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朋友加瑞尔相信世界上有天使 可他并不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他们 苏菲告诉他说 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天使 天使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于是我们就去问米丽丝小姐 可是他也不知道天使在哪儿 加瑞尔说 我们的学校已经够好了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天使吧 但是我觉得 我在学校一点都不开心 学校很可怕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苏菲 苏菲以前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后来他不再喜欢我了 课间的时候没有人理我 因为他们都想和苏菲一起玩 苏菲趁我不注意 就去和同桌说悄悄话了 他们以为我没看见 其实我全看见了 我还看见他们盯着我看呢 我感觉他们好像都不喜欢我 我好想哭啊 我使劲地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想他们吐吐舌头 他们都不太友好的瞪着我 后来 加瑞尔找到一本很棒的 讲述天使的书 书上说 天使们都有一双美丽的翅膀 就像天鹅一样 有一天哪 正好有一群天鹅 从我们的操场上空飞过 天鹅们飞得好低好低呀 我们甚至听到了 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 天鹅们好大 好美 可是 它们并不是天使 加瑞尔只好自己画了一个天使 这个天使的头发卷卷的 很像米丽丝小姐 但是米丽丝小姐也不是天使 天使总会给人们带来好消息 可是米丽丝小姐呢 她总是带来坏消息 比如说米丽丝小姐说了 现在我们要举行种向日葵比赛了 可是我们的花盆不够用 所以呢 只能两个人种一盆花哦 然后 她发给我一个花盆 发给苏菲一粒种子 让我们俩一起种向日葵 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她明明知道 我和苏菲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 苏菲也皱了皱眉头 看着我花盆里装满了土 然后 苏菲把种子使劲地塞进泥土里 我有点生气了 可是没有人愿意理我 大家都把花盆摆成一排 这样好做出比较 我知道我们赢不了 我觉得苏菲是故意没把种子种好 没准 连芽都发不了呢 向日葵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我们天天给它浇水 苏菲老是比我先抢到洒水壶 它浇了好多好多水 几乎快要把我们的小花苗给淹死了 结果呢 每次评比 我们的向日葵都是最后一名 米丽丝小姐说 哦 这花好像不太高兴 你们为什么不和它说说话呢 和植物聊聊天 可以帮助它们长大 真的吗 反正我们开始和它说悄悄话了 我小声地说 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苏菲咯咯咯地笑起来 然后它悄悄地说 你真的很努力哦 这一下我们俩都笑了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和向日葵说一些悄悄话 向日葵果然长大了一点点 不过它看上去依然还是很柔弱 我好担心它会死掉啊 有一天 加瑞尔问我 诶 你说 花儿有没有守护天使呢 啊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你说 我们能不能做个天使呢 米丽丝小姐 哦 当然可以啦 米丽丝小姐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于是 我们做了一个向日葵的守护天使 我们把纸板卷成桶 做成天使的身体 给它沾上圆圆的脸和黄黄的卷纸头发 还有金色的翅膀 用纸 薄纱 和枕头里的羽毛 粘在一起做成的 这个天使和米丽丝小姐一样高 看上去漂亮极了 我们把天使放在花盆边 苏菲轻声地说 让它好好地守护和照顾我们的向日葵吧 就像一个真正的天使那样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们的天使长高了 还在天空中微笑着 地上的向日葵都仰着头 看着天使 露出了笑脸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跑去学校看我们的天使 可是 它并不像我梦到的那样 这个天使看上去变小了很多 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特别 只有纸板和卷纸 还有不停往下掉的羽毛 我又跑去看我们的向日葵 我以为 它还像以前那样弱小呢 但是 但是我错了 向日葵变样了 它变得很直 很高很壮 而且 它的脸就像太阳一样 真美啊 这时候 我看见了苏菲 她也在看着我 她不是在看向日葵 而是在看我 苏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 那感觉就像 就像太阳一样灿烂 于是 我也对着她笑了起来 米丽丝小姐说 哦 今天 我们不量了 比赛取消吧 是啊 反正我们自己已经量过了 其实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 微笑和友谊 对我们来说 可比比赛重要多了 能够成为一个友谊天使 这不是更棒吗 你说呢 我不知道小朋友 你的梦想是什么 嗯 我相信 当我们到了对友情 友谊 很敏感的年纪 那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自己的包容 和你的微笑 去赢得友谊 好吗 这就是董月阿姨今天带来的故事 明天 我们再见咯